今天來到中山 快要是五月初五 五月初五 吃什麼 吃種 在紹興 他們通常用冬葉包種 中山用什麼來包種 我帶你們去看看 接下來 各位 你知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爐兜 你看看 其實爐兜整身都是寶 爐兜葉可以用來包種 怎樣包種呢 待會我叫阿薰姐示範給你們看 另外爐兜根 都要濕熱 爐兜根 整身都是寶 我們首先要割回去 你看看 一不小心 你把爐兜在頸上 爐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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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兜這個字是什麼 爐兜的字就是中山話 爐兜就是割到 爐兜 爐兜一下 爐兜一下 是中山話 爐兜 爐兜你看 一定算的 你看 現在看看 讚 看好 爐兜 containers 爐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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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看看 lymph 好 我們現在開始打殼了 殼打得不好 柳呢? 柳呢? 柳米 柳米 煎起底 是 先起底 起底就像起屋一樣 你起得不好就很容易教 先起底 起不到村底 如果你看到村底 就變成了柳米 沒錯 像一個小兜 要簽著 現在用鴨尾針 以前不是 我以前 婆太的時候用粥 一直 一個圓桶形 一直卷 一條爐針有幾大條 一條粽就可以包幾長 是 不夠 加長一點 好 你加成碟 搭著它 還包長一點 有多長 你就可以包到多長 是 有時候手就這麼長 你看 手臂這麼長 可以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這條粽子有五斤 韜哥 為什麼呢 因為它 放了米 放豬肉 之後 還要煞 煞的程序 因為吸收了水分 所以這條粽子 起了粽子 有五斤 現在那條粽子有五斤 一層一層 一層豬肉 是 米 豆 可以 打麻 好 那條樓 可以 因為它長大的 兩個蛋黃 又再 倒下去 然後用豬肉 肥瘦箱的五花 五花腩 這條賣帝包了 可以私人訂製的 這是私人訂製的 可以私人訂製的 現在講一下 可以說是賣牛 真的講技術 不是開玩笑的 可能要加少許 再加少許 要包一個牛角 我們叫牛角 包一個牛角 這個很有技巧 一下子不小心煮十幾個小時 每十幾個小時就全部都散了 我們要做牛角 下次見牛角 我們去灰種 去灰種 你來吧 你定一下 這條真的五斤 那條比一下 那條不至五斤 那條絕對不至五斤 那條絕對不至五斤 這條是私人訂製十幾個網 這條垂在用村 那條很厲害 這條很厲害 像大腿那樣粗 厲害 在中山開種不用刀 用什麼用來割開呢 一會兒會拿一條草來割開 因為這條草有油質 那它割到不但不黏 如果用刀要割開 你看它怎麼打開,很熱 這樣就戒掉了 這把就是刀 這是太熱 趁熱 有紅豆 比較新鮮 因為這些豬肉融化之後 全都夠了 全部放在口裡 哇,給點意見 夠了味道 很多做盧豆種不敢放鹽 所以不夠鹹 不夠鹹香 夠不夠味道 夠了 太鹹了就不要 喂,你還在拍什麼? 來吧 你還在拍什麼? 拜拜 可以 的 你們 的 這個